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封城秀集 我是Yoshi Edward Snowden 这个逃到苏联的美国前CIA的天才工程师 表示说 在萨尔瓦多开始正式的将比特币纳入国家的法币之后 对其他同样规模的一些开发中国家 确实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这些中南美洲国家 他们会发现比特币带来的金融效应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这也就是为什么其他很多中南美洲国家 像巴拿马像巴西等等的 他们都已经开始炒起了一些法案 希望能将加密货币或是比特币 纳入到他们国家的金融系统体制里面 除了中南美洲国家之外 最近印度这个原本对加密货币非常反对的一个国家 他们的政府最近也发现说 加密货币的这个市场跟这个趋势是不可为的 所以也决定开始拟定一个特别的加密货币法案 让加密货币在政府的监管之下能够顺利的运行 再加上昨天提到的乌克兰 整个加密货币带来的一个效应已经在全世界开始慢慢的发散 根据美国国内最新的一个投票显示 27%的美国的成年人都认为 美国应该要将比特币纳入国家的一个法定货币 虽然说从整个投票的结构大家可以看到 大致上支持的大概是27% 但是相对于的大致上反对的 有高达了39% 另外34%的人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想法 所以如果市场目前的氛围是这样子的话 在美国境内要把比特币推行成法定货币 我觉得还有非常非常长的一段路需要走 虽然说大家可以看到萨尔瓦都跟一些开发中的国家 都非常的积极想要用比特币 作为他们的其中的一个法定货币 但是也是因为他们需要靠比特币跟加密货币 来去促进他们的金融发展 所以其实总结来说 以后真正的会将比特币纳入为国家法定货币的一些国家 应该大多数都是一些开发中 或是未开发的国家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其实让我是有点的惊讶 就是如果大家还记得在两个礼拜之前 有跟大家讲到说 Ethereum其实有一段时间 发现一些节点 他们并没有及时更新他们的软体系统 所以也就造成有些节点上面的软体系统 是运行在旧的软体上面 其实就跟新的节点的这些软体系统 所去运行的机制就会有一些不同 这也就造成了Ethereum实质上好像是有分叉的一个情况 虽然说这个分叉目前来说并没有对整个Ethereum的网络 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在他们系统更新上面就会发现 他们原本的9000多个节点 目前从系统来看只有大概3000多个 表示说现在其实有6000多个节点 目前都还是在运行旧的Ethereum的软体 并没有确实的去进行一个更新的动作 根据Ethereum他们最新的发现 这些尚未及时更新的节点 虽然说目前并不会对Ethereum的网络造成任何的威胁 或是产生一些问题 但是他们也不敢保证在这样子继续运行下去的话 会不会对Ethereum网络造成安全性或是执行上面的一个问题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最快的解决方式 还是要靠这些节点的运行者 他们来去及时的更新他们的系统 才有办法让Ethereum节点的运行慢慢恢复到一个正常 这不仅就让我联想到是不是最近Ethereum的交易费用一直高居不下 跟这些节点没有及时更新他们的软体 也有一定的关系呢 如果对这个部分有非常深入了解的朋友 或是知道之后对以电源网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的朋友的话 也麻烦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一下哦 最近Olegram它的价钱顿时的翻了一两倍 最主要就是因为萨尔瓦多他们运用的一个软体 后面所运用的区块链网络就是Olegram 除了萨尔瓦多这个利多的消息之外 Olegram最近也大张旗鼓了 集资了300个M的美金 将开始吸引更多DeFi的一些开发者 到他们的区块链网络上面来去开发一些新的Project 同一时间Harmony这个区块链网络 他们也集资了300万美金 将会开始执行一个他们所谓的Mirror的Project 希望做过这个新的Project 能去吸引更多的一些开发者 跟一些智能合约来到他们的区块链网络上面发展 除此之外Solana最近 除了接收到非常多的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之外 他们也开始运行了自己的Oracle 希望将他们的DeFi的市场带到另一个层面 紧接着大家也可以看到 Terra他们的Terra Form Lab 这几天也集资了150万个美金 希望能加强他们跟Cosmo之间一个跨链的连结 藉此他们也希望能吸引更多的DeFi Project 来到他们的区块链网络上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从Oregon到Harmony到Solana到Terra 这几个Layer 1的Project 他们最近都开始重金打造他们的DeFi市场 就知道说不管是现在市场上的情况怎么样 DeFi这个领域将会是整个加密货币市场 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区块 所以这也是各大Layer 1区块链网络 他们的必争之地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开始砸重金 招兵买马 希望能在他们自己的网络上面 在DeFi这块强化他们的一些竞争力 讲到DeFi的Project的话 最近著名的WallstreetBets 就是在年初在华尔街一战成名的 小虾米战大鲸鱼的这个社群团体 他们也开发了他们自己的DeFi Project 叫做WSBDF 在最近他们也跟Balance Protocol合作 之后可以发展他们流通性提供者的项目 如果我们来到WallstreetDF 他们的网站上面 大家就可以发现 这个界面其实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熟悉 然后如果我们从他的Stablecoin的界面来看 就发现说他最建议大家使用的是UST 就是USTERA 或者你也可以使用USDT或是USDC 然后如果大家来看一下 他所谓的这些Synthetic的货币 他们透过加密货币代币的一个方式 来去购买对应的美国的股票 这个代币的名称就叫做MAPL 意思就是说他是Apple的一个代币 然后如果点击进去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他同时也有Microsoft 所以叫做MSFT 也有Amazon 也有阿里巴巴 也有Tesla 也有Google 也有QQQ QQQ是一个ETF的代表 其实如果有记得我之前有推荐大家的一个project 叫做Miro的朋友的话 就可以发现说 他这个界面其实跟Miro是非常非常像的 如果我们到Miro 他在以电源网络上面的界面来看的话 就可以发现说你刚刚在WallstreetBets 他们上面发现的这些股票的代号 其实就跟Miro上面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而且其实他们运用的这个代币的这个代号都是一样的 像是刚刚Google他们就是MGoogle 然后像是Apple他们就是MApple Twitter就是MTwitter Amazon就是MAmazon等等的 而且再加上Miro他们使用的Stablecoin就是UST 所以我个人的猜测是 其实WallstreetBets他们这个平台后面的机制 就是基于Miro他们基础的架设的一个机制 所以如果你之后想要用UST去买这个MApple的这个代币的话 可以跟Miro这边平台的兑换的机制来去比较一下 因为Miro他这个平台基本上是透过Uniswap来去兑换 那WallstreetBets他们后面的平台 有可能之后就是透过Balancer的Protocol 所以他们空间的价差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是单纯想要投资像类似这样子的 反映美国市场股票的一个货币的话 与其投资WallstreetBets他们的Token 倒不如可以直接投资Miro 因为毕竟Miro是直接架设在Terra组网上面的一个加密货币 不过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就可以来去把这两个Project做一个比较 然后如果有一些新的发现的话 也可以让我知道一下 那接着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一直跟大家提到的Unibright这个Project 他们在昨天的时候正式的开始研究Baseline Protocol 在European Investment Fund 就是EIF这个欧洲投资基金 他们使用Baseline Protocol的区块链平台 来去做日后的机构投资使用上的一个可能性 那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了解到 EIF它代表的是一些金融市场上面的一些 比较中小型的机构投资者 这些机构投资者 他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基金委员会更有效率使用跟运行他们的资金 所以这个新闻其实对Unibright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消息 如果对Unibright这个Project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也可以回到我之前的Video来去研究一下 那今天在最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个XCAD Network 这个专门为油土博设计的去中心化的粉丝加密货币 他们已经跟美国几个非常知名的油土博合作 发行他们专属的粉丝货币 透过这些所谓的粉丝货币 可以增加这些观众对这些油土博的忠诚度 从此这些油土博也可以不定时的来去推广一些商品 或是一些NFT 甚至可以让这些粉丝来去投票 投出他们想要看的一些内容 所以如果你本身也是油土博 或是有在经营一些社群平台的朋友的话 也可以来研究一下这个XCAD Network他们的平台 那以目前这个平台 它的市值大概只有70个Million左右 然后它的货币发行数大概只有200万个来看的话 这个Project目前来说还算是相当的点轻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咯 如果喜欢我Content的朋友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你的小铃铛 那如果对我的Content有任何comment的朋友 也麻烦帮我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咯 拜拜